我做你的太太 我以前有 可是你現在犯了錯 是不是要負點責任啊 欸 欸 對 他說也要負點責任 你要給他生活費錢 先給我 於是呢 把大部分的董事長太太 拿到 拿走之後 那小三想說完了 這個好像沒辦法啊 純正現在來也沒用啊 這個老大老婆說 你今天要告 告沒關係啊 法律院上 你要 你先去看看法院的判例 看多少錢啊 法院判例跟大家講一下 台北市啊 一個人 小孩子一個人的話 算兩萬五 兩萬五 兩萬五對不對 一人一半 一萬兩千五 你告啊 你告啊 而且你也一個小孩 我也也一個小孩 對啊 欸來告啊對不對 一人 你小孩子一個人才一萬 一萬兩千五 你憑什麼要十萬塊 那這時候呢 小三開始就說 那總是要什麼 錢沒辦法 他開始用錢啊 你總是要來看你的孩子啊 你不會給我錢沒關係 你總是要看你的孩子對不對 哇 那個 這時候就開始 董事長太緊張了 對喔 這個尤其是年紀大了 看了這個 我小孩子才一歲對不對 寶寶總是要看一下 而且平常在家 怎麼就訓練得好好的 對 爸爸一來就翻根動 對 爸爸 爸爸 對不對 然後就 對 對 就是爸爸在家讓他貼著 這老婆說不行不行 這樣好了 如果要看是不是 沒問題 我陪你去看 我覺得太太 很多太太都會覺得很 就是你這樣搞 那我錢拿到的部分就讓你離 就離婚算了 你怎麼可以讓那個女 小三千走 可是我覺得這個太太很 非常的有智慧 他覺得說 因為總是他是 他也發現了 那個小三是為了錢 你看一點串會錢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太太馬上說 那我離婚了 我不要啦 那這個狀況可能就很難 用情緒來處理 對 他不用情緒 沒關係 我陪你 我陪你去看 哇 小三馬上沒責 然後 小三馬上沒責 知道錢也拿不到對不對 那就懵懵鼻子 大家還要講清楚啦 以後接送就有什麼 老婆接送 老婆接送 就是原配接送 接送 接送小孩子 來 接送孩子 就不要讓 就是讓董事長跟那個小三拉開 然後也知道說 原來小三是要錢的 就給他一筆小小的錢 借給這個事情 大概多少的錢借給 幾百萬而已 因為他剛剛拿不到多少錢 是 他本來他希望可以拿到多少錢 當然是 他按月十萬以外有的沒有 當然是剛剛的 做小三的大概通常會想到多少 都會想到一以上 好幾億以上 看是什麼級數的董事長 這一樣又要把愛德繼承表拿出來 所以小三通常都會想到 你的身家少說我要分一半 因為我有孩子 對 可是當知道說 最後都沒交的時候 幾十萬幾百萬也就解決了 對 因為他知道 如果說今天財產都在 背景董事長身上的時候 有幾個 除了配偶以外 配偶拿一份以外 其他幾乘子女 像剛剛如果說 原配是兩個 小三一個 所以就三分之一 加上原配就四分之一 一個人才拿四分之一 他想 如果董事長有四十億 我至少要拿十億吧 不誇張 我自己沒名分我知道 對不對 孩子我總是要幫孩子著想 他講的一定很像 我為孩子著想 我也要十億元財產 可是這個大老婆很聰明 他就把什麼 本來屬於他的財產 四十億對不對 那就挪了四十 三十九億過來 是 所以今天董事長 現在一億的時候 那就很少了 如果繳械的狀 所以為什麼碰到 我是完全是要求 這些董事長不要去什麼小三 有小三的時候 一繳械 他四十億變成零的話 那他一毛也拿不到 遺產一毛都拿不到 是 所以說為什麼繳械 這麼重要的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這些都還是錢的問題 這個案例讓我們學到 就是大老婆就是 要有智慧的見招拆招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 徐月光老師 什麼星座的女人 總是會被欺負 OK 總是被欺負 這個地方我們要看 你的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因為這跟你的個性有關 那看你的月亮星座 月亮星座當然是看你的情感 對別人的付出 那主要要看火星 火星是當有人欺負你的時候 你的反擊力道有多強 有一些火星 落在一些 比較脆弱的一些星座裡面 的確就比較容易被欺負 我們從第三名 開始來看齊好了 第三名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 月亮火星 越多顆上升的 越多顆上榜的 你就越容易被欺負 是天平座的反彈 天平座 一般來講 臉皮薄 愛面子 注重人際關係 所以會因為注重人和 然後有時候會吃悶虧 像比方說 天平座 他其實最怕的就是大家撕破臉 吵架 不愉快 然後討厭你 你討厭我 然後背後在那邊說壞話的那種情境 所以天平座呢 他會用所有的力量想辦法 就讓人際關係維持和諧 但是比方說 今天我如果跟我的好兄弟 或是我跟我的姐妹湯 然後一起一起做投資做一筆生意 或者是一起開公司 那萬一如果賠錢了之後 天平座就是那種 他也不是故意的 然後呢他其實也很努力了 對方如果又來求饒說 真的是不小心 天平座通常就默默的就吞下去 也不好意思跟人家對方翻臉 所以就吃虧了 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如果是 處女座的話 就太陽上升月亮跟火星 都在處女座的話 這個處女座是 然後不懂為自己爭取權利的話 如果你一起去吃飯 然後旁邊有一個處女座的朋友 處女座的朋友呢 他就是不管他是什麼位子 他就是那種很自動的站起來 然後就去拿碗 拿塊 拿湯匙 然後幫大家把所有東西都準備好 哪怕他是什麼經理 董事長 輩分很高的 他就會做這種事 就是他的天性 他的頭腦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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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那個手自然就去做 所以家裡老公沒做好的事情 老婆就去做 老公不做家事 老婆就去做 老公不上班不賺錢 那他就去賺 然後賺回來養家 那在這個公司裡面 同時事情做不好 他就一邊唠叨一邊唸 但是一邊唠叨一邊唸 把對方的東西拿過來把它做好 所以處女座也是常常是那種 會吃悶虧的那種人 因為他就是有完美主義嘛 他看不到那個事情 他看不慣那個事情 掉在那邊美人做 他就要去撿回來做 再來我們看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呢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 越亮火星 越多顆落在這個雙魚座裡面的 就越容易被欺負 就是雙魚座 來 軟弱逃避 然後呢 常當受害者 我們常講齁 這個雙魚座呢 它是一個比較慈悲的 然後呢 比較 對別人有愛心的一個星座 那其實我覺得雙魚座來投胎 通常有那種特質 第一種特質就是 前世修得很好 這輩子要來當菩薩度人家的 所以呢 他就一直給人家 那一種呢 就是前世欠債很多 這輩子要來還的 所以頭腦裡面都裝醬糊的那種 所以呢 這個雙魚座呢 當它比方說不小心 你要怎麼說不小心呢 比方說變成別人的小三 或者是介入別人的家庭 或者是別人介入你的家庭的時候 通常這個雙魚座 它就會睜隻眼 逼隻眼 然後呢 它就假裝它沒看見 沒這回事 然後它其實 它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它不是不懂 但它就是不想去面對 所以你身邊有很多雙魚座的朋友 你看它就是陷入這一種 很痛苦的這些事件裡面 其實你一直勸它 你甚至罵它 你甚至唸它 但是有時候雙魚座很讓人家受不了 它聽不懂耶 它就一直要執迷在這裡頭 所以雙魚座呢 有一種把自己執迷在痛苦裡面 然後不想去面對的那種情況 是 這個要注意 好 謝謝 來 謝謝老師 來 訓一下金座狂 馬上回來 來… 來… 關係到金錢的問題 作使是親兄妹也是名算帳 也是啦 作使我們感情多好 問題是我結婚我有老婆 你嫁人 你有老公 對不對 那枕頭風一直吹 我們要算 真的 不然我有小孩 你有小孩 罵罵也是要算 對 你就… 你就多讓點嘛 你怎麼這麼好過了 你不看我們家就這樣 它應該要多分一點 不像要給它照顧 改造造物 我很太早 像有常年在投資市場 看到有錢人很多 對 那真的一家子為錢翻臉的力子很多 非常多 完全都是為錢 不可能說爭了 爭了以後爭牌位爭骨灰坦 不可能 真的 你說爭牌位爭骨灰坦 那是假的喔 假的啦 最後就是要錢 也是嘛 那我來講一個案例 應該是集國內 這個豪門家族的 鬥爭血淚的指標對案 那首先我講 鬥爭的三個法則 第一個 你以為漂亮嗎 手段好嗎 都不是 最重要 會不會升 所謂問一下 Mini老師 能不能會升 那最慘的就是喔 正公不升 小生升一堆 真的 喔 那個麻煩就來了 我們來講一個case 我把它稱為W家族 這個W家族呢 是上海幫 就是當年上海到台灣 龍頭的企業 那這個第一代 它本來只是一個 一個年輕小伙子 在上海一家電燈 當小職業 電燈公司 燈泡啦 做燈泡 不得志 哇 喝酒 就認識一個女生 就跟她同居 但是後來認識老闆的掌上明珠 開始熱戀 那由最後要佈入這個結婚禮堂 就這個老闆的女兒就寫一封信 這個信啊都是後來 為了增產喔 那個人家 把她的家屬 把她的信公佈了 那這個 他說 我是老闆的女兒 你只是一個卑微出身的女人 為了她的事業 她當然會選擇我 姿態很高 那這個最後啊 的確結婚了 結婚以後啊 為了取得月家的信任 登報在上海 所有大報登報 然後我跟那個女人 結束了同居的關係 取得人家的信任嘛 後來她的事業開始蒸蒸日上 哇 就大黃啊 一個都沒生 結果她喔 就是這個老闆的女兒 這個政公一個都沒生 就是因為沒有生 原來先認識的這個女人 就還是藕斷失戀 而且好歹不歹 一生生七個 七個 好 再來一封信了 大訪就寫個二訪說 你喔 不要以為啊 你認識在先 但是你們已經登報啊 解除關係了 我才是啊 正公 但是我練在你喔 為W家生了這麼多的小孩啊 我們就和平相處 好 然後這個地方 態度已經有點軟了喔 然後後來還出現 那後來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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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 第三個女人 要增產 那大房喔 那時候 有那種傳統的女人 大富人家的風度 聯合二房 本來隨後不容 聯合二房 把三房逗倒 然後又寫了一封信 他說 你看 我在關鍵的時刻 力挺 二房 好 讓我們W家族 維持民意 我們已經六七十歲了 不要人生沒有在這麼長時間 我們就把以前的恩怨 一筆勾銷棒 又軟了 對不對 再過來 他從小二房生七個小孩 大房其實都四如幾出 小時候都抱著 但是後來因為 他的媽媽一直挑撥 這些子女啊 後來怎麼樣你知道 因為他的大房 有好幾棟房子 價值六億 把他說 黃國德權狀騙過來 偽造那個硬件 偽造了以後 設定抵押給自己的投資公司 那個投資公司 又轉到他控制的保險公司 掏空 掏空 那個大房也知道 又寫一封信 不然 就說 沒關係 你就一個月那六萬塊 生活費啊 就繼續給我 那房地產你不要把我拿走 我假如百年之後 我這個錢也不會外流到外面 我會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 你看姿態晃軟到這麼低 這個大房寫這封信的時候 老頭還是在不在 已經過世了 其實他的爸爸很早過世 孩子也不是他的 對 過世了以後 結果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那個保險公司虧空 被金管會接管 金管會一查 這幾棟是保險公司的房子 這個是誰的 把他趕走 把他驅趕 那大房還流落到別的地方驅趕 所以到最後多慘了 因為他這個W的第一代 已經死了36年 結果去年被金爆 根本沒有入土 用胡馬林把它逼起來 用一個銅關 放在陽明山的豪宅 為什麼 為了就是那個後代的增產 所以不能入土為安 然後呢 這個大房其實兩三年前也過世了 那個下場就 一樣是沒有入土 但是他就不是用銅關 用冰櫃 把它冰起來 把冰起來幹嘛 他們增加產 因為那個大房還有親屬 就說這6億的房產 這是我姐姐的 他沒有兒女 但他還有其他的金屬 對 法則就是說 要掌控家族裡面 主導性的股權 那這個大房就是沒有這個股權 聽說現在有一個電子業的老闆 他很熱愛藝術 都收集張大千那一個 為什麼他現在小三單 不敢跟原配離婚 因為原配有那家公司 決定是股權 你假如敢跟我離婚 我就賣你的股票 讓你股票怎麼樣 這個崩盤 哇 那第三個很重要就是說 真的不要隨意交出硬件 你交出硬件了以後 你的財產真的會被掏空 不能心害 很煩惱 很煩惱 好煩 但是煩惱之前 現在有那麼多錢 是是是 由布老師幫大家看一下 什麼樣生肖命格的人 容易得到家中的財產 一本來丟就丟 容易分到 我倒覺得 任何生肖都容易分到 只要打孝順 尊見父 這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細節 你對父母不尊敬不孝順 這實在就不應該分了 是 所以我下面列出 十二生肖都有機會 但是十二生肖 最好要看他的月份跟時間 好 先要看第一種的 主場分豐厚 天生好命 反正你那個父親主上有錢 那你兄弟你是只有一個也好 兩個也好 反正怎麼分你都可以分到很多錢 好這個一個是 第一組是 狐馬狗 三和火 但是三和火 我們講 主上主上在我們命裡來講 叫做印 印獸 就是印獸在我們來講會生我 所以它的印獸一定要是什麼呢 就是農曆要一二三 木生火 或者引卯成石 也是木生火 就表示主上會能夠 可以給他很多的意思 好或者另外一組 猴鼠龍 猴鼠龍是屬水的 那一樣的 它的時間呢 要農曆的七八九金生水 或者時間生有蓄食生的金生水 對 表示主上父母可以給我很多東西 好這種是大家都高興的 另外一種是比較不一樣 它是有偏愛的 就是長輩偏愛多得財物 一般來講 例如說你有三個小孩 父母親給的時候 不可能三個都完全平均嗎 可能有的喜歡老妖 可能喜歡老大 我自己看過的例子 就是他都給老大 老後老三又給了 就給的很少 最後就會天心 天心發生這種現象 那這種它 比較能夠得到偏愛的 這也我把它列出來 第一種呢 是蛇雞牛 這是三合金的 那三合金的呢 當然也要火土土來生金 所以農曆四五六月生 然後四五未十生的 那另外一組呢 是豬兔羊 豬兔羊是牧的 三合牧 所以要水生牧 所以要農曆的十十一十二月 或者時間來講的話 害子醜生的 這樣的話它其實就特別的高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一定要尊敬父母 孝順父母 當然你的機會會更大更大 是是是 在命理上是這樣提出來 另外我還要再提一些 就是所謂的民俗的說法 就民俗說法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祖上 父母祖上他的避孕 這個避孕就不是 這個意思就不是說 直接給錢啦 這表示說已經往生了 他給你避孕 什麼避孕呢 保佑你生意賺錢 保佑你生意成功 你可以得到很好的收穫 健康快樂一樣的意思 這些事情是我們民俗的說法 第一項說法 我希望當然 盡量大家都能夠做得到這些事情 這也是一種孝順 好 是什麼事呢 第一個 臨終的時候能夠見到最後一房 最後一面的那一房 例如說現在兄弟多 有些人父母親臨終的時候 不是每房都到 有的他在國外趕不回來 或者他忙著生意 趕回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們在民間的民俗的說法 是最好你要看到那一面 看到那一面的話 他記得你 他會保佑你 以後你做生意會成功 做什麼事情都會做得很好 是喔 所以不管再遠都要趕回來就對了 要趕回來就對了 我們現在習俗都這樣 你不能把我們說起來 最後只看到你 我要進也進不去 好 再下第二項 臨終時候會主上清理死尿的那一房 這個再講錯就有了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很多媳婦嘛 有的媳婦根本不理 很臭很髒 但有的媳婦他就很孝順 不管怎麼樣很孝順 不管怎麼樣去清理的 清理的那一房 他可以得到特別多的病 好 第三 因為現在都是放兵櫃啦 以前不是 以前在出殯出山之前的 前一晚上有沒有 他們是要守靈的 是 很近 近整個晚上守靈的那一房 好 再下去呢 入土時昆蟲飛繞的那一房 在現在比較沒有啦 現在我們在殯儀館 在以前在鄉下有沒有 在院子裡面 在院子裡面 要出殯出入土的那一天 就很奇怪 就有那個昆蟲會飛過來 停在那個供品上 或者棺木上 什麼昆蟲呢 蜻蜓 蝴蝶 飛蛾 天牛 各種昆蟲很奇怪 真的會飛 會飛停在哪裡 然後有時候 飛到某一個兒子的身上 或者飛到另外一個兒子的身上 那我們一般的說法 那一隻昆蟲是代表 死者的靈魂的 一般人都知道這個 牠會停到哪邊去 牠對哪一房特別有好感 那如果我這邊都沒有 我可以去把它這樣子 一般人我們的習俗 是沒有人這樣做 牠們都看到 看到就在棺木上面 停的一隻飛蛾 或者在供品上面 停的一隻蜻蜓 或者什麼的蝴蝶 大家不會去動牠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是代表的意義 很奇怪在鄉下 真的有這種事情 幾乎都會有 好 再去第五項 全力為主上辦後世的那一房 有些人根本不辦 甚至推掉的 因為有時候費用 有些人說我沒錢 所以一般在我們民間的系俗 大家平分 現在目前 大家都不要說你多 我還是我多 花多少錢 兄弟大家平分 好 再下去呢 清明的掃墓的時候 這個爭議性最大的 清明掃墓的時候 最先掃的那一房 老師 聽起來是很孝順 可是有的都每次都偷跑 哪有偷跑 偷牆去去掃的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是 大家講好 兄弟前面電話先聯絡 大家同時集合 同時去 同時到 同時掃 沒有 就有人會搶先去 有人就會搶先 前一天或搶 一大早搶去 沒有 他會跟你約跟我們10點去 可是他9點就去 他自己就先辦 他就是為了搶 所以能夠他生意對比 真的就有這樣的習俗 這樣的說法 所以他真的這樣就好 民間是這樣說法 但是我覺得這樣兄弟不慕 也不慕 都是他遇加搶 大家都在那邊吵架 奇怪 我想說時間到了 你們怎麼還沒有 那我趕快先做 先幫大家做 好 最後還有我們民間的說法 還有這樣的說法 祖先辦喪事的時候的費用 你怎麼花多少錢都沒有關係 最後你會加倍賺回 祖先一定保佑你 你花了多少錢 對 加倍賺回來 所以你可以應該 這個其實鼓勵大家 要孝順啦 慎重雖遠 心敬意啦 對不對 好 謝謝各位主持人 來 先進廣告吧 馬上回來 來 講到這個新冠南段家務事 尤其是家裡有一些錢的時候 真的 來 廖老師 家族戰爭的故事 那個有一個 就是譬如說我們講A女 然後她嫁進去的時候 她嫂嫂已經 她的大嫂就已經嫁進去五六年了 而且你知道大嫂為什麼 大嫂跟大姑是同學 所以那個關係就很特別了 所以她嫁進去的時候 可是大嫂表現得非常熱忱 一直直點說你這個不懂的 我跟你講什麼東西 所以她很信任這個大嫂 所以有時候會 有一點小東西給大嫂 買什麼東西 可是大嫂其實都在講小話的 就跟婆婆跟大姑講說 你不知道她自以為高人一等 因為我們都沒有念到大學 都是五專什麼東西 她是大學生 所以她認為說 她在這裡應該要最瘦 就是她基本上看不起我們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人就說 常常偷偷買小東西 到房間裡面去吃 那有時候吃不完呢